市盈周二发布报告说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22的经济成长率 预料从去年的7.2%放缓至3.2% 远低于4月预测的5% 市盈将今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 由4月预测的5% 大幅降为2.8% 远低于2021年的8.1% 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兰 在加国央行推特上发布视频指称 加国通膨太高 所以央行有必要调高利率减缓支出 受英镑暴跌拖累 李嘉诚旗下 以英国为主要投资基地的长颗系股票 26号集体跳水 红海推动的MIH开放电动车联盟执行长 郑显聪27号表示 11月上旬 MIH联盟将公布新的电动车平台 MIH平台下半年 切入美国电动车皮卡产品 预期2025年之后 MIH平台应用可明显放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这里报道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